大家好 熟悉的场景 看我视频多的 对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的熟悉 今年秋天 我们这又下雨 又刮风的 天气不太好 我挺长一段时间没有出来了 最近两天 天气终于好了 风也不大 暂时能够看得出来 秋天来了 树叶在慢慢的变黄 没有夏天那么郁郁葱葱了 那么的绿了 那好了回到今天的话题 说一下郭文贵吧 我们也很清楚 郭文贵刚出去的时候 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贡献 就是把民运给分裂了 分裂成砸锅和挺锅 以前也说过 不管砸锅挺锅 背后有很浓厚的经济因素 比如郭文贵以前手下的两个大将 郭宝胜 最开始是挺锅的 后来也砸锅了 双方撕逼 都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钱 郭文贵最开始承诺 每个月给他们多少多少钱 后来这个钱啊 渐渐的断了供了 那么这边是迅速的 就去咬郭文贵了 包括细死小哥啊 包括阴屁啊等等 都是这个原因 基本上都是钱闹的 这也说明白 民运这帮人啊 有奶便是娘 谁给钱呢 他就支持谁 不给钱了 就会反口咬你 把你给咬死 那最近这个郭文贵啊 和这个民运砸锅派的斗争 又升级了 升级到武力斗争了 比如前两天 有一个叫国际盲流子 应该是个听口音啊 是个东北的 这个人啊 也没有什么干货吧 主要就是天天砸锅 天天直播 批判郭文贵等等 被蚂蚁军团给围攻了 而且给他一顿揍啊 我看视频啊 他从车上下来 那么小蚂蚁呢 有的骂他啊 尤其我听有几个女的 像老娘们 骂他又是插你妈呀 又是这个那个的 然后上去揍他 框框一顿揍啊 当然这个盲流子报警了 揍他的人呢 交保了啊 这是一个法律的系统 但我也看一些评论 说他可以撤销交保 那直接就可以判他了 因为他这个事情啊 非常的简单 就是当街打人嘛 而且有视频为证的 倒没有那么复杂 同时这帮小蚂蚁呢 又去围攻了吴剑谜 围攻了对吧 这个郭宝胜 还围攻了庄弘烈等等 啊 当然也围攻了黄河边播报 等等啊 这些砸锅的民运 都被这些蚂蚁围攻啊 天天的 在他们家的附近啊 只要他们出现 就去骂他们啊 然后拉着横幅 说他们是被CCP收买了 帮助他们来这个砸锅的等等 破坏法治基金 有的呀 还上升到这个班农 又把这个班农给搬出来了 班农自己都要搞屁了 对吧 现在限制居住 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 而且应该是2021年上半年吧 会开庭的 班农这个罪行啊 很多律师都解读了 至少20年 这个时候还把班农搬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啊 而且吴建民啊 郭宝胜啊 对吧 庄宏利啊 这些居然都说他们是CVP支持的 简直荒唐 简直可笑 天下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 本纸上就是这个郭文贵 和这些砸锅的民运之间啊 的撕逼 其实我们看戏就行了 撕逼的根本原因呢 我看了一些这些砸锅的一些视频啊 给郭文贵扒的呢 还是非常清楚的 包括他的法治基金呢 啊 这些资金来源呢 包括 就是类似传销式的啊 把他这种类似传销式的传销模式啊 还有这些资金啊等等 都说的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郭文贵是恼羞成怒了吧 担心自己的传销骗局 被暴露了啊 担心他的那些小蚂蚁们 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了 所以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手段 当然你也要承认郭文贵是非常聪明的 我看呀 郭文贵的这个 他的那个组织啊 官方的推特 发了一篇推文 澄清蚂蚁军团和他没有关系啊 他是这么说的 蚂蚁军团从未获得郭文贵和喜马拉雅委员会的认证 不属于喜马拉雅委员会的成员 郭文贵呢 也从未授权这个蚂蚁军团参与郭Fashion股份相关的业务 对蚂蚁军团打着喜马拉雅农场名义所做的一切活动 我们保留追究去法律的责任 对吧 这就是迅速切割了 说蚂蚁军团和他没有关系 蚂蚁军团做的这些围攻别人 起底别人 殴打别人的事情啊 和他也没有关系 他甚至要保留追究法律的责任 但是大家相信吧 对吧 这无非呀 就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蚂蚁军团私下的这些事情 肯定是郭文贵指使的 但是呢 在公开声明当中又不承认 无非是在法律上做出了切割 这也说明啊 我觉得蚂蚁军团这帮人也挺可怜的 或者说挺可笑的 也挺愚蠢的 就是被耍了嘛 这个锅拿着他们的钱 对吧 自己挥霍呀 自己享受吧 然后呢 又欺骗这些人 欺骗这些人啊 去围攻反对他的人 无非就是两面的手法 但是这个传销头子呢 对法律呢 又非常的清楚 至少在明面上 你很难抓住 他做这些行为的法律漏洞 而且 和这个蚂蚁军团呢 做出了详细的切割 那最终啊 这些责任呢 对吧 很容易就是蚂蚁军团承认了啊 不但承认 这一系列的骚扰 违法殴打的行为 连钱也没有了 同样的啊 那蚂蚁军团 为什么会这么丧心病狂呢 其实如果我们了解 譬如这个之前南京的 叫钱宝的 还有很多呀 你说prp啊 还有传销吧等等 大体都是这个心态啊 因为很多的钱都投进去了 击鼓传话的游戏嘛 还是希望能哄骗更多的人入场的 哪怕知道这是一个骗局 也要维持住这个骗局 对吧 哪怕知道他这个法治基金是个骗局啊 也要把这个骗局维持住 你譬如钱宝等等啊 某一些国内的有一些传销 对吧 警察已经借助调查了 那很多投了钱的 也去围攻啊 也去保住他们这个传销的头子呀 甚至在知乎上啊 在微博上啊 想尽办法洗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对吧 就是担心呢 那一旦这个事情违法坐实了啊 坐实是个传销了 没有后面的人入场了 没有后面的人接他们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了 那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呀 那这些受骗的人 这个钱就拿不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还是希望维持住这个骗局 让更多的人去把钱投里头 然后他们好把钱拿出来 这也是人性的一种东西啊 所以这些小蚂蚁呢 能被如此的利用啊 大体也是出于这种心态 大体也是出于这种心态吧 那么这个背后最大的赢家显然是锅了 一方面骗着他们的钱 对吧 一方面呢又公开和他们切割 呃 这些蚂蚁呢 也愿意和他们切割 也愿意锅和他们切割 对吧 还是要保住锅呀 毕竟身家性命啊 所有的身家呀 都投在了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钱啊 哎呀 想想也挺可怜的 对吧 锅呀 花着他们的钱 骗着他们的钱 最后呢 还利用他们去排除一击 打击一击 然后法律责任还是要由他们承担的 但是 但是啊 他们的钱呢 基本上就是血本无归了啊 其实面对类似锅这种骗子呀 要及时止损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呀 就是迅速承认受骗通过法律的途径或者其他的途径啊 尽快的把他的资产冻结拍卖 能挽回一点损失是一点啊 否则的话 泡泡吹的越大 受伤的也就越大啊 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对吧 无非就是看一场狗咬狗的戏 两方没个好东西 那应该说三方啊 无论是郭文贵呀 还是这个蚂蚁军团呢 还是他们围殴其底的这些什么 吴建民啊 郭宝胜啊 忙流子呀 呃 还有庄洪烈啊 他们最近还在找一个律师 叫什么附什么来的律师的地址呢 这帮小蚂蚁们也在找呢 对吧 嗯 我看了啊 小蚂蚁的一些推特 还要继续的 骑底阴地 说不能把阴地忘掉了啊 我看里边的内容也挺有意思 说阴地啊 拿了锅一万多美刀 以前路过视频说过 我还以为是拿了五万多美刀 因为看了很多推特的消息 但是通过这些蚂蚁军团的消息 说就一万多美刀 嗯 但是啊 说阴地拿了锅的钱啊 背叛了锅 等等吧 对吧 又要骑底他 要去围攻他 我还以为是多少钱呢 就一万多美刀 哎呀 这个阴地啊 也挺脆朴的 也挺贱的啊 一万多美刀 就为锅当了那么长时间的麻烦 结果现在面临着 很有可能是盲流子一样的下场 也要挨一顿葱 挺有意思啊 对吧 一场狗咬狗的撕逼大戏 看起来挺热闹的啊 这个很多人寄希望的 寄希望的 这个反共大将郭文贵啊 很有可能啊 就此轰然倒塌了 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到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地步了啊 对吧 公然的私下的怂恿 这帮人 在美国啊 也不遵守法律了 去围攻殴打别人 乱扣帽子了 这已经是非常疯狂的了啊 用了这种疯狂的手段 就说明啊 越来越没有办法了 这个骗局啊 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了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啊 接下来的事情吧 我们就抱着看戏的态度 看他们这三方 互相的咬吧 最好啊 人脑子咬成狗脑子 那才是最有意思的